HELLO GOOD MORNING EVERYBODY HI 這兩天有蠻多悲傷的消息 因為正經香港的疫情就是不太樂觀 我記得昨天好像說600多宗吧 然後我看朋友SAN給我的說 今天香港是增加1160宗 當然你說跟美國啊歐洲啊那些比 當然那個病例說感覺是1000多宗 好像還OK耶 但你們知道台灣香港本來就熟得很嚴格嘛 再跟大家講更多之前 讓我買咖啡 我最近的拉花技巧有一點小小的進步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的玉京香看起來很好賣 OMG GOOD 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一定也已經知道這個消息了 但台灣的朋友不知道的話來跟你們分享 總之就是政府宣布最新的防疫措施 從2月24號開始他們有新增了一些場所到 那個規範裡面包含什麼商場啊 Supermarket啊 然後salon 宗教場所或該洗這樣子 限聚令從4個人縮緊到2個人 然後私人場所也不能再有跨家庭的聚會了 然後剪頭髮的地方跟宗教場所就是即時關閉這樣 我們公司其實在星期一還沒有發佈這個限令的時候 我們就有跟公司在討論說 其實最近疫情好像還蠻嚴重的 最後就幾日決定開始work from home 來聊天開心的事情 我去年10月的時候有做過第一次的團購嘛 這段不是業配 純粹是一個Announcement 所以如果你想要跳過的話 我會把那個timestamp擺在螢幕上面 後來陸陸續續有收到有人問說 欸什麼時候還要再開啊 他都快要吃完啦什麼的 現在呢我準備要做第二次的團購 首先為了因應國際原料的運輸成本 還有就是實際的物流成本都增加的狀況下 有部分商品的售價跟免運優惠都有調整 這次的活動呢會是2月12號到2月18號收單 台灣的朋友國內運費會是台幣3500塊就可以免運 香港的朋友呢 這次有幫大家爭取到一個海外的免運優惠 就是滿台幣5000塊就可以送香港免運 其實很多東西都慢慢在漲了嘛 所以大家如果吃到喜歡的 然後想要一次多買一點的話 可以趁這次團購入手就會省比較多 現在真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現在真的好煩喔 Ware from home對我來說唯一的優點就是 我可以省下通勤的時間 愛顧 重新打理一下自己Ware from home的環境 Ware from home呢很重要的是這個有線耳機 因為你不想要在就是工作到很忙的時候 忽然之間哇你的AirPods沒有變了 那個心情真的是會非常的獨爛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公司現在的Ware from home措施 我們暫時會先Ware from home兩個禮拜 首先第一個是全部實體會議都要改線上 然後第二個是如果沒有必要的話就是減少移動 再來因為我們的工作性質常常可能需要拍攝啊 或是出去開會什麼的 所以如果你有參與拍攝的話 每14天要做一次固定的快篩 然後拍攝前7天如果你有一次感染症狀的話 就不可以參與拍攝 然後另外我們有一個健康監測問卷 就是如果你有覺得身體哪裡不舒服啊 怎麼樣就要填那個然後回報給公司這樣 那因為我前幾天去了一個蠻大的拍攝 就是現場蠻多人的 所以我需要做一次快篩 但是因為快篩在香港很難買 然後品牌又零零種種啊 很難知道每個test它準確度的分別 然後就這麼剛好 我真的不誇張 我真的是兩天前才收到的 就是來自HealthPod的邀約 大家如果有去Heysen然後Case of Yard 或者是新城市廣場旁蓋的時候 可能都會有看到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就是HealthPod 它就是一個小小的 看起來很像一個小夜燈的那種感覺 這個小東西就是讓你可以在家裡 就做快篩的神奇發明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流動的化驗室 只要三個步驟 你就可以安全全的在家裡等待檢測結果 這個大概20分鐘就可以達到PCR的準確率 然後它可以識別到那個Delta跟Omicron病毒 這個是英國牛津大學所研發的一個產品 它可以達到98.4%的準確度 其實就相當於PCR質量的COVID-19核酸檢測 這個檢測儀其實是香港第一個 用分子原理去檢測新冠病毒的 那比起市面上像驗孕棒的那種快篩 它更可以有效的去識別跟找到 沒有症狀的隱形患者 你們也知道現在有很多確診案例 是完全沒有症狀的嘛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固定做檢測 可能自己感染了也不知道 檢測是negative 因為我前陣子有出國嘛 所以也看了蠻多案例的 那即使你打完疫苗也未必能夠保證你不會得到 它只是可能降低你如果得到了之後 變成重症的機率而已 無論如何啦 我覺得大家都基於一個保護自己 也保護身邊的人的心態 因為最近那個Omicron的傳染力實在是太可怕了 加上因為我的工作性質其實蠻常 需要說去拍攝啊什麼的 所以我自己每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 就會做一次快篩 大家如果對HealthPod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到這個網址去了解更多的鄉親 然後我也會把所有的資訊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喔 還好是negative喔 我剛剛心動的快跳出來了 你跟大家say一下hi 哈囉 你跟大家講收到我的禮物有開心嗎 很開心 好漂亮喔 我把dipteak放在上面 因為太高級了 還要跟大家講什麼嗎 生日快樂 我現在要準備出門 因為今天有一個本來就預定好的拍攝 然後 因為我們的work from home其實有一點零食 所以我要先去公司跟Crystal會合 然後稍微對一下等一下拍攝的內容 然後我們在一起過去拍攝現場 今天的拍攝我有點小緊張 因為我也要參與在裡面 好緊張 嗚喔 你看看有沒有看到沒有這個電梯了 我大概分了一下 我找你剛剛的 但是呢 我一定要用你的夾住處法還是他們的夾住處 當然是他們啊 但是會很難是不是 這是什麼蒙面歌王的 好像蝙蝠俠 出發 你今天是來參加台城的嗎 我是打雜的 後面在幹嘛 我們在交流 哈囉 Syvia的觀眾 你們啊 Syvia不是說普通 不是啊 Syvia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Creamy 她是富哥 哇富哥 這個要玩的 對呀 出得來 出得來拍 所以要玩的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組啊 不要啊 你先記不要 我跟她說 因為我是不認識的 剛才我練習 剛才我練習過 Syvia在這裡練習 我聽過一次之後 絕望啊 怎麼算啊 絕望 絕望 剛剛拍完影片回家 剛剛發現昨天還有一個 麥當勒的 的 漢堡包還沒有吃 想要把它當晚餐吃掉 應該沒有壞吧 這麼需要注意健康的時候 這樣子 對嗎 This is not very healthy but at least I'm comfy 現在真的 paranoid everything 我現在工作還沒有做完 趕快吃一吃 就可以把剩下的工作收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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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重新啟用了 我的冰包之後 我要重新的愛上它了 其實真的很多人問我說 我到底是怎麼 調配時間的啊 怎麼能夠兼顧到YouTube 然後工作還有生活之類的 每個人拍片題材不一樣 然後影片剪輯的風格 跟難易度也不一樣 但是 in general來說 其實剪影片真的是很花時間 每個影片至少也會花 大概八到十個小時去剪輯 其實也沒有什麼訣竅 就是 這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 我現在 沒有工作之外的時間 不是拍片 就是在剪片 跟朋友出去的時間 或是給自己的時間 我都要特別規劃出來 然後其他時間就是 但如果你是享受這件事情的 不管是它的過程 或是它的結果 那我覺得 就值得了吧 那我覺得 就值得了吧 今天我來試一下 我在年宵買的咖啡豆 它總是最適合的 跟大家講我有一個小小的怪癖 就是我打開相機的時候 我不能看到後面有打開的門 看到打開的門 我就想要把它關起來 我們現在看一下今天有什麼事做 今天是 看一下喔 ok 嗯 我們昨天有好幾個新的轉案 所以我要出 quotation 然後 set timeline 然後知道目前每個project的brief跟product在哪裡 另外我有兩個video flow要追 然後還有打一個電話 需要打電話給一個場地 因為我們就是二月內有一個比較大的project 然後想要租一個比較特別的場地 但是他們似乎是不給租 所以想說用電話去說服他看看 今天呢我還要再去看office 這是大家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吧 就是我們的team有增加人 沒有到很急 可是就陸陸續續的在看不同的office space這樣子 其他就是一些我如果有時間的話 會想跟進的拍攝啊企劃啊 這個就如果有時間的話再做 oh my god 我發現我下個禮拜有兩個presentation要做 oh my god oh fudge 今天也是一個非常忙碌的一天 但是老話一句啦 不管是不是work from home 只要有東西做就是好事 要心懷感恩 近期的喝水進度良好 我昨天大概喝了1800到2000ml的水 就是炒火 吃到10分鐘 10 minutes counting down 10 minutes 10 seconds small 10 minutes 16 seconds After seeing a baby small 7 minutes 30 minutes ikle 第一件事你問的是什麼樣的證據可以跟我們分享 沒有證據你不能把證據拿出來 現在已經兩面半了 然後我準備來吃我的午餐 我昨天看到好像不能把證據拿出來 我今天是星期五 然後我自行決定今天是素顏日 所以我今天什麼都沒有花 非常的plain 就很像沒有加任何鹽跟蝦醬的血濃湯 就是這個意思 今天一樣我的目標是至少喝掉一半 我現在拿得很小心 因為我這個蠟燭快要被我燒完了 然後上面都被我燒到這樣烏騎馬黑的 現在是星期五的晚上十點鐘 我剛剛洗了個澡 洗了個頭 還洗了兩桶的衣服 我覺得我自己非常的棒 然後把今天的工作稍微做一個收尾 其實還沒有完全收完 但是現在已經十點鐘了 應該不會有人在找我吧 哈哈 我今天真的是每隔大概30秒 我腦子裡面就跳到下一個待辦事項 然後就這個做一個 哇那個那個那個 然後就是我自己好像一隻螞蟻喔 我好勤奮喔 這種感覺 那身為一隻勤奮的螞蟻 我決定要吃個蛋糕 我現在沒有那個切蛋糕的刀子 所以我就用它附的這個塑膠刀 我趕快把它留起來 這樣子以後可以重複使用 我不小心把它的蠟燭給弄斷了 I'm so sorry 意思意思 先提早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先提早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謝謝大家跟我過了三天 We're from home 的日子 希望可以早點回辦公室上班 大家自己注意身體健康喔 知道嗎 嗯 嗯 夾吃嗎 是這什麼意思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and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e